都说杰哥的这个演唱会是 大型娱乐圈团建现场 对 这次 有没有 就是开始列名单会邀请谁 我还没开始列 但是我们客栈家族的 已经发出邀请了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就必须邀请大家到现场去 好 那其实从05年到22年 几乎每年都会发专辑 有时候甚至是两张 对 就是对于特别是 您还参与创作来说 是算是很高产了 所以你会一般 在什么样的时候 特别有创作灵感 我觉得我都是在意 要不就是很重要的时刻 我就是很有创作灵感 比如说我总决赛的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间 必须要有一个 自己的原创的作品 才会像大家眼前一样 所以当时才写了 《北斗星的爱》 然后后来呢 很幸福的状态 也能写出一些 很幸福感的歌 结婚的时候 会有这个《Marry Me》 然后有小孩的时候 还有那个Precious 《外南街》 《外南街1982》 外南街小孩 其实外南街小孩 有一点点的伤感 但是我用一种 非常轻快的状态 去写的这个歌 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 上一次有创作灵感 什么时候 上一次的话 应该是 2018年的 《VLife》的那张专辑 在我们的客栈 有没有收获这样的灵感 我们的客栈 其实我记得在录我们的客栈 这首歌的时候 还在讨论 说要不要自己也写一写 但后来我听听 那个旋律 其实已经很舒服了 然后可能就在 二度创作里面的一些 feel加了一些东西 因为最近有很多关于捷歌唱歌的话题 就是屡屡登上热榜 比方说张杰清唱高启强 专属BGM 然后还有唐烟 感谢你张杰唱的歌 助攻合以生肖默 谢谢 那你其实 记不记得自己唱过的 OSC代表多少首 我觉得应该是 从吴旺新安开始的吧 一直到现在 然后好像 2011几年的时候 是一个爆发期 对 对 那个时候比较多 唱了很多很多 古装的BGM 然后 对 还有一些现代的 我们不完全统计 肯定是50首是打不住的 所以接下来这个游戏 是这样的 看歌词 猜歌和剧名 如果你猜错的话 这个鼓有点大大的 我们将以客栈点歌的名义 请杰哥在今年的某一场演唱会 演唱该歌曲 好 好 那我们第一题 答应我 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 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 嗨 一定忍在这些 我那天走失了人 这是歌曲名叫做 My Sunshine 是何以生肖默的主题曲 是的 棒棒棒 好 如果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往一场 三生三世 电视剧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yeah 哇 这个歌有点陌生 天生 我在 哎 我没唱过这个歌 天生 哦 新神雕侠里的歌 是的 然后这个歌叫做 浩瀚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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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更 更 更美 更没唱过 提示一下剧名三个字 我是不是泽天忌啊 厉害 厉害 泽天忌 泽天忌 那就叫做是 哇 那个叫什么 泽天忌叫做 中在嘴边 当古老山船又重现 当愁也交替在眼前 两个字叫星辰 哇 厉害 我们在《星辰》里 和《星辰》里 舞蹈在眼前 今天 哦 歌名叫做 《星辰》里 是的 是叫做 那个叫什么翻译来着 叫做 星际迷航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星际迷航 哦 又是英文歌 我应该写什么 这首歌应该是中英文都有 哦 你提示我就知道了 真相 嗯 嗯 不是吗 嗯 耶 我们可以点歌了 我想一想啊 what kind of man should I print 来 五秒钟 五 哎 这是那个陈伟霆的那个是不是 陈伟霆演 二 等一下 主演没有用 零 呃 好 这首歌的名字叫 我忘记了 星光 哦 星光 2018年的 星光 陈伟年代 好 来一首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哇 好听这个 叫做 是 岁月儒歌 嗯 嗯 啊 不是叫 不是不是岁月儒歌 等一下我说说快了 儒歌 对 叫做烈火儒歌 啊 ok ok 分理生分理生 是什么鬼 这个简单吗 哎 这个简单吗 好 哦 这个我 这个我本来在哈尔滨演唱会上面要唱的 但是当时取消了 你是遥遥天上一蓬秋月容 只凡萧色 我跟亮音唱的 陈湘 叫陈湘如 如雪 是吧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哎呀 完了 只有星光没说出来 哈哈 星光猜成的真相 我们赢得了一首歌的点得全力啊 哇 哇 那应该是缘​ 我跟你唱